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部《地藏经》最重要是哪几句 如果想取得一个忠心 整部《地藏经》十三品 哪几句是要铭记于心 能够便利我的修行 自古以来有不少高僧大德说 这几句是很重要的 当然每一品都重要 但这几句是很重要的 哪几句呢 我们用半小时的时间 一路诵《地藏经》 便知道哪几句是重要的 第一句是第四品 愿浮众生业感品第四 已是佛高地藏菩萨 一切众生未解脱者 性息无定 恶集结业 善集结果 为善为恶 逐境而生 转轮五度 暂无休息 动经陈劫 迷惑象难 欲遇又妄 将是长流 脱或暂出 又伏遭妄 以是等辈 吾当幽念 当时佛 告地藏菩萨 只是向地藏菩萨说 一切众生未解脱者 性息无定 一切众生未解脱 如果解脱便成佛 未解脱众生 众生是迷惑的 你和我属于众生 在迷惑之中 佛自经觉悟 我们在迷惑之中 但有很多人 自己迷惑也不知自己迷惑 有很多人贪财 贪食 贪食 贪碎 我们不断造业 但有很多人自己不自觉不知 最普遍的 大家不自觉 其实我们现在受苦 但我们不觉受苦 为什麽呢 因为我们的心息 我们未解脱 心息 性息 无定 我们的心息 是不定的 我们的心息怎样不定 一时作恶 一时作善 一时非善非恶 就是这三样 包括思想 思想行为上 一时做善 一时作恶 恶多善少 为何恶多善少 我们在日常生活上 处处都是为自己着想 很少是为别人着想 当你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属于善 为利益别人 属于善 但有多少人 在每做一样东西 每一个思维 每一个念头 都是利益于人的呢 或者有时有 所以有 性息 无定 这个时间 忽然想到善 我要做善的事 便会做善 我想到恶 我是做恶 性息是无定的 一切众生 未解脱者 性息 无定 恶习 恶习结业 善习结果 我们性息 无定 不断作善作恶 尤其是恶 恶习结业 做了恶 因为做作恶 因为心念恶 而做了一种习惯 哪种习惯 杀生食肉 便习惯 背脚向天人所食 你不吃便傻 背脚向天人所食 每个人习惯了 习以为上 一个漏习 慢慢漏 一直以为这样是对的 杀生食肉 是不对的 恶习结业 结了很多罪业 大家不知 因为结了罪业 而轮转生死 因为结了罪业 而投生六度轮回 六度轮回 众生这一世去世了 不是这样算 去世了以为没有 生命就完结 我们的生命 有前生有后世 如果你还没解脱 解脱了 没有后世 可以超越了生死 我们有前生 因为前生 有作恶有作善 善恶参叛 所以今生做仁 如果我前生全是恶的 连人都做不到 做什么是三恶道 地狱 恶鬼 畜生 如果前生是恶多 就会投生在三恶道 为何会投生三恶道 是否佛要佛我 菩萨要佛我入三恶道 有神要佛我 不是佛要佛你 不是佛陀要佛你 亦不是菩萨要佛你 亦不是神要佛你 是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 天堂地狱是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 作恶多 作了恶因 自然有恶果出 逃避不了 因果报应是最平等的 法律可能不平等 法律是因为因时因地 因文化水平 因背景而不同 每个国家法律都不同 所以 法律可能 有些地方不公平 但因果报应是绝对公平 即是死亡 死亡是最公平的 每个人都要面对 生老病死 有很多人 虽然处于 痛苦之中 而不了解痛苦 我很快乐 每天都很好 又退休了 又有大价格 又有钱 又有房子 又有子女 又出身 很快乐 一天无常度 变动得很快 人 人 你以为 毕竟是这样 有生老病死 爱别离 求不得 五运刺盛 怨憎回 八苦 转转 纏绕着你 这一世 结束 又走落下一世 如果不明白 人间的痛苦 你还未踏入佛门 因为佛陀 根据 上座部的初传法论 是说 复杂灭道四圣帝 初传法论 初初 释迦牟尼佛 讲佛法时 根据上座部 先说 四圣帝 复杂灭道 世间有痛苦 知道世间有痛苦 是否很消极 很惨 我不愿意知道 我日日快乐 不愿意知道有痛苦 一想起这些痛苦 我不开心 我要开心 所以我不去想 即是鱼鸟 将头 埋入沙 我看不到 就认为 没有人会捉 复杂灭道 释迦牟尼佛 要我们明白 世间有痛苦 明白了有痛苦 也未够 还要复杂 复杂 灭道 复杂 为什麽叫复杂 要知道这些痛苦的原因 要集合分析 为什麽人生有痛苦 这些痛苦 从何复杂 从何复杂 复杂 灭 灭 即是 佛陀 释迦牟尼佛 原来这些痛苦 我们可以灭除 找到门路 可以超越这些痛苦 叫做超越这些痛苦 如果我们用英文说 Transcend sufferings How do we transcend sufferings 超越了他的痛苦 那什麽叫做超越痛苦 超越痛苦 即是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 不再痛苦 但很多人都不够积极 这些势痛苦 就势痛苦下去 每天有得吃 有得洗 就行了 死了之后 人死而得灭 什麽都无论 我理他什麽痛苦 这些是属于消极的人 释迦牟尼佛2600年前 很积极地面对痛苦 人生有生老病死苦 怎麽可以找出一个方法 令到一切众生能够超越这些痛苦 可以从这些痛苦之中解脱出来 他找到一个方法 所以复杂灭 找到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道 所以复杂灭道是四圣体 道是什麽方法 解脱这些痛苦 从这些痛苦里面超越出来 你要去学习佛法才知道 不是日日为了衣食住行来滋养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已经结束了 蒙茶茶又走到下一世 又体现下一世的业力 人的善根的深厚 智慧的水准 在于他积不积极面对现世 积不积极 能够活出现世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怎能够活出一个今世有意义的人生 有两个层面 能够活出一个 有意义的人生 第一个层面 体现 业力 即是活出一个有责任的人生 为什麽 因为过往的业力 因此而做就你这世作为人 你做人父母 治人子女 做人妻子 做人丈夫 做人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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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妈妈 你便要活出一个 体现你 以往所做的业力 而带来的责任 你要对你的家庭付出你的责任 无论做你每一件事 你是一个责任的人生 这是第一个层面的人生 如果你全无责任的人生 根本人生没有意义可谈 有些人不会无责任 有个家庭的 他一日好赌 永远不会负责家庭 对于子女的责任 他完全没有教育 对于夫妻里面 一日是炒骂的 对于父母 永远没有进效 今天大家在这儿进效 为什麽从阳节 大家在这儿怀念祖先 所以人 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要体现起码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要活出一个有责任的人生 你有没有这个责任的人生 如果连这个责任的人生也活出不了 如何收获佛法 你活出这个有责任的人生 再提升 要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 怎样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 你知道这个人生是痛苦的 你要使自己能够从这个痛苦之中永远解脱出来 不去下一世再轮回受苦 这一世我经历的苦已经 我知道了 我体验到了 我接触到了 我怎样可以超越这些痛苦 如果你要超越痛苦 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 你就自然会帮助别人超越痛苦 所以 如果你能够 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 自然你会走到第三个层面 第三个人生的层面 第三个人生的层面 是一个伟大的层面 怎样令别人 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即是 不但救自己 还要救别人 不但自己有责任的人生 有一个智慧的人生 更令到每一个众生都能够 活出有智慧的人生 这就是释迦牟励佛的人生 释迦牟励佛 成佛之后 将佛法能够超越痛苦的方法 不慈劳苦 在四十九年内 介绍给世间 因此亿亿万万无数 那么多众生得道 得成菩萨 得成阿罗汉 得成佛 而地藏菩萨亦是活出一个 三个层面的智慧的人生 为什麽 因为地藏菩萨 地狱不空世不成佛 他永远是活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生 因为只 必须在帮助别人的层面裏面 才能帮助自己 为什麽 因为当你活出一个智慧水准高的人生 你的慈悲心就浮现出来了 你这个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心浮现出来 自然会倒脱一切重生 所以 大乘与小乘融为一体 所以这句说话 恶习叫越善习劫果 为善为恶 续境而生 转轮五道 暂无休息 动经 陈劫 违惑 障难 我们 不是个个都能够活出这三个 层面的人生 有些连一个 责任的人生都未活出 下一世又流转六道 今世贪 亲 痴 杀 道 人往都做 如何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现在走回到复杂灭道里面 佛陀说有方法可以超越 痛苦 你有没有学习呢 如果你有学习 你就知道 我怎样可以 你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就是你要修学佛法 你要了解人生 你要了解人生的意义 有很多人连人生的意义 都不闻不闻 每日就是 在维持你的肉身 度过你的生活 每日吃早餐 午餐 晚餐 有空的时候 看电影 行街 吃饭 shopping 再有空的时候 旅行 转过六七十年 一直到九十年 若果你活到九十岁 就去世了 那是否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人生同样 这个人生就是养自己的身体 你养到自己的身体 养到九十年 又去世了 你自己想想 这样的人生有没有意义 你养大你的儿 养大你的女儿 你活出一个有责任的人生 但是否这样就救了 如果你再不醒悟的时候 佛陀也救不了你 你又要轮转于下一世 所以佛教徒是很积极的 不只是早午晚餐 不只是活出自己 保持自己的悉身 还要如何去救自己 解脱自己 你不去救自己 不去解脱自己 你下一世再要轮转 再要轮转到六度里面 值得吗 我们很幸运 处于一个 civilized world 一个有文化的世界 有些 underdeveloped的地方 落后的国家 连吃饭也有问题 有战争的时候 随时会面对死亡 还有很多越来越多的 疾病 心病 精神病 我们所面对的 全部都是苦的 什么我们大家不知道吗 还是天天地养这个悉身 为这个悉身而去活 你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去活 要赚多少钱 要买个家庭 要买房子 要如何供两个家庭 供一间房子 供了又怎样 供了就是房子还房子 房子还房子 即是变得有钱 有钱 养老容易 但是 有些一直供供 供到未养老的时候 一得了病 又去世 又得了意外 又去世 他百百是供楼 百百是供屋 不是叫你不去投资 不是叫你不去养老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一旦是为了自己的身体而活 我是不是聪明 这个身体是假的 这个身体是短暂无常的 你为不为自己的 为名去打算 但是很难 能够换起 人的一种积极心 去面对人生 很难 为什麽 业力牵持着你 在座的已经是在智慧人生 已经比较水准高 有些永远都不知道 永远沉沦 永远都是参财 贪色 贪碎 贪食 贪食 名食 碎 累了多少人 贪食 名食 碎 令到多少人 沉沦在 堕落的人生之中 而得到无量的苦报 无量的恶果 转轮五度 暂无休息 转轮五度 为什麽事上轮转于五度裏面 为什麽有六度有五度 因为这部经 将阿修罗与天人列为一度 有六度 六度轮回 天人阿修罗 叫三善度 地狱恶鬼畜生 三恶度 叫六度 但这部经将天人和阿修罗列为一度 所以变成五度 暂无休息 这句已经讲解完了 不再详细解 但上有一句 还有一句 明确指出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业力 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杀人放火 我今世没有做错事 你今世没有做错事 做错了你都不知道 人的 沉沦很多时 在思想上 言议上 做错了很多事 他都不知道 所以人 每人的看法是不同的 为何家婆媳妇会不断吵闹 为了小事 为了思念 夫妻会吵闹 兄弟会不和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为何 因为大家的看法不同 这个看法都是从我上着手 或是从我的国家 开始思维 所以我们所作的恶 是很多的 你自己不知道 从思维上作恶 这就有一句 南岩浮提行恶众生 这是第五品 南岩浮提行恶众生 业感如是 业力甚大 能敌虽微 能心巨海 能脏性度 是故众生莫兴小恶 以为无罪 死后有报 签号受之 父子至亲 其路各别 纵然相逢 无恳待仇 他说 我们所做的业力 很大的 做了你不知道 能敌虽微 如果业力 可以衡量 业力甚大 能敌虽微 虽微即是山 虽微山 虽微是印度话 Smerl 虽微 最大的山 业力大 如果我们可以quantify 可以用 度量行 去计算出来 或是 实质度量 一直 加下去 更高 我们所做的罪业 恶业 比虽微山 无量劫以来 能深巨海 就是 很深的海 我们所做的业力 如果是可以衡量的 连海都可以填平 你说我们的业力多大 能脏性度 不单是这样 能够障碍人家成佛 障碍人家觉悟 是故众生 莫轻小恶 以为无罪 死后有报 签号受之 所以 我们众生 不要看轻小恶 自私自利 不要紧 或者这件事 不要紧 自私自利 普遍很多时 你都看到 我们经常看到 你自己 随手黏来 都有很多例子 各个人都自私自利 就是吃报妃一样 这么简单 你不许去酒店吃报妃 他会夹什么 他夹自己的多多 或者 我付了五元 多大都折到他满了 吃不到 浪费了一回事 多大都折到整碟都满了 你看看吃报妃的人 会否逐些逐些吃 一折折到满了 最漂亮的 有些豪出 一拿十二只 吞十只先 两只慢慢来 或者 我的朋友在后面 排队排不了 我和你拿 全部都拿了 后面那些能否吃到 他的事 这些很细微的 这些很细微的 细微的小恶 这些细微的小恶多得狠 莫兴小恶以为无罪 你不要以为无罪 死后有报 签号 签号仇之 父子至亲其路各别 纵然相逢 相会 无忧待仇 无肯待仇 即是 到时真是作种恶 大家都落地狱 老爸和儿子都作恶 落地狱 大家的罪业未必一样 有些做得多些罪 有些少些罪 儿子和老爸 在地狱相逢 老爸就说 儿子我养大你 我现在有很多这些 我还要去两个地狱 你去一个 可不可以和我去那个 儿子说 有没有搞错 老爸 这些事你自己做 我和你去买 你受我无法指 老爸 这些事不要说笑 这些事我受够了 先这样吧 老爸和儿子都不会代仇 这些事我受够了 所以 滴水虽微 渐营大气 你前前一滴一滴水 很细微的 你用个桶装着它 没多久就满了 你以为 小的恶事不要紧 全部有记录 大家要看看 因质文 或者感应篇 这不是佛经 但是善书 他说 举头三尺有神灵 凡人 头上有思过之神 六 六其善恶 闯若恶多 算尽则死 你不会做恶 你以为没人知道 你头上有思过之神 你做错了 他记录着你 记录了 一路记录记录 记录到多 本来瘦长的 变得瘦短 算尽了 就要死亡 所以快快行善 善的 记录全部 善和我一样记录 若作的善多 全部记录下来 恶多又记录下来 如果记录下来 他的balance sheet balance不到 你就有问题 或者全部是credit 全部liability 有些assets都没有 那你就有问题 续续死亡 算尽则死 这些是善书里面说的 我上次也说了 色提缓恩 大家叫做欲皇大帝 都利天的皇帝 色提缓恩 色提缓恩是天主 他在每 传说 他在 每个月的8号 14、15号 三斋日 都显四大天王 和善神 下凡间 看谁行恶 谁行善 就记录下来 所以又叫三斋日 你又吃斋的 又行善 他会赏赐你 你行恶的 他会惩罚你 这是 指 想 想 想善佛恶的神 为何他会这样做 我说过 他是不是多余 想善 想恶 你做了些多余的事 善恶关你什么事 为何你要那么忙 不要那么忙 天享福就算了 为何还要去凡间 看看人有没有善有没有恶 因为凡事有善的人 将来你会生天 你会多了他的population 他叫population increase 善的人多 善的人多 他跟阿修罗作战的时候 自然会赢 凡间个个都是恶的 他就很生气 将来你去不了我 我那里不够population 你全部恶人 你全部落地狱 阿修罗多的时候 我怎样跟阿修罗作战 战不了 所以 当阿修罗的人数 多于天人 这个世界就有很多战争 我有时推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认为阿修罗的人数 多于天人 善的人 所以世界大乱 当天人的人数 多于阿修罗 世界就太平了 所以有balance 地藏经里面 这两句是非常重要的 在地藏十轮经里面 又有一句 讲完这句很短的 我就结束了 这句也很重要的 在地藏十轮经里面的 罪品第一 就讲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为何用地藏经 这有一句 此善男子 于一一日 每神朝时 慰熟情 熟诸有情故 入 颈骑河沙 等诸地 定 从定起 遍于十方 诸佛国土 成熟 一切所化有情 随其所应 利益安乐 即是 根据地藏十轮经 地藏菩萨 不成佛 要普及众生 在每日 最清晨的时候 他便会入定 入定看哪里 众生需要他的救度 自然去救度 有些人说 我早拜地藏菩萨 便会得到 地藏菩萨的感应 根据经文是 每神朝时 地藏菩萨入定 你的定是否与地藏菩萨的定相应 你的祈求有否与地藏菩萨的 祈求相应 有相应 便可以救助你 所以有些人诵经 他诚心时 得到地藏菩萨的感应 有些人不诚心 得不到地藏菩萨的感应 观音菩萨也是一样 观音菩萨是活出三个层面的人生 有责任的人生 有智慧的人生 令到别人有智慧的人生 这些大菩萨全部活在这三个层面之中 前面那两个层面 阿罗汉都可以做到 我活到智慧的人生 自己自度 自己救助自己 但一个大菩萨 佛的人生 不单自己自度 还要度脱一切众生 所以 我希望大家听了之后 不要再运运恶恶再过了这一生 一定要追求佛法的真谛 提高自己的智慧 因为这一世去世了 就没有了 你浪费了这一世 so you have to make a meaningful life out of a life you have to transcend suffering liberate yourself from suffering 如果这样 就去了这一世 很冤枉 下一世你再做个人 做不做到人 看你自己的业力 你值得不积极去 面对佛陀里面 这么多教人脱离痛苦的方法 能够成道的方法 你完全不民不民 浪费了你人生宝贵的时光 就在维持自己的悉身 太浪费了 好 阿弥陀佛 冲推 中文— 穴